OK,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讲的这一题 那首先的话,分两阶段 等于是第一阶段就是单一个工作表 然后第二阶段就是跨工作表 OK 那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先单工作表 那这些总共有B,D,E 然后K,L,M,N 总共会有7个栏位的资料 那我们分别要把这些做完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当然我们把它变VBA 那变VBA之后再思考 有没有办法把这四个工作表 分别一个一个的帮我完整 完成完整再跳回到第一个 OK,如果可以的话,其实 工作上如果很多这些东西的话 那可以很快快速完整 你做过一遍,把程式写出来 那其实基本上就一劳永逸了 OK,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 单位的话,这个会牵涉到 会用到文字函数加上那个查询函数 那首先的话呢 要把108先切出来 所以切字串部分 那这个前面我们讲过了 首先的话 把这个上放大一下 第一的话就是说呢 利用那个插入函数 游标先放在B3 然后呢利用那个文字函数 前面有讲过,我们可以用中间MID 所以这边有个MID MID 函数的部分的话呢 那他会三个问 第一个问,你的文字在哪里 在这里 第二个呢 从哪个字开始取? 从123 第三个字 那要几个字? 要三个字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从这个 编号里面 就取出来就是108 而且是前后有双引号 所以是108 的字 文字 OK 不是108 这个数字 那如果你要变数字的话 一定要记得把它用 外面包Value 才能转成数字 然后再来的话 第一阶段做完之后 那因为要查询 所以把它剪下来 在查询的部分的话 那他去哪边查呢? 去那个 单位里面查 我们来看一下单位 单位在这里 那不过各位可以 看到就是说 因为这个题目里面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已经有帮我们产生所谓的 这个名称 叫做单位了 也就是他已经帮我把A2 一直选到B的最下面一列 把上面这个地方 选完之后 这个就定义名称 已经帮我们定义好 在这个地方定义好 那除了单位之外 还有主别 还有升等 烤评 烤漆 这个总共有五个名称 都定义好 所以这个不用定义 那 跟各位讲一下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1把切的这个资料 剪下来 不够还等号 2的话呢 再到查阅语 参照里面 找到那个Value函数 按确定 然后把刚刚的资料贴过来 要查108 去哪边查呢? 按F3 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定义好名称之后的话 你按F3 他就会把那个 你定义名称那些 名称 都会列在这个清单 那其中有一个叫单位 那就找单位 按确定 那你可以看到右边这边就有一个 他就一个正列 然后呢 他问你第三个问题说 Colored index number 那你要把108查到之后 那要查到他的 第几栏的资料带回来 那什么叫第几栏资料带回来? 其实你可以在网上点单位 他会跳到这边来 那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表格 他是一个 两栏式的表格 所以他意思说 如果你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那带资料的话 Colored 这个Col是Colored inded number 意思说 你要把第几栏的资料带回来 我们要第2栏 所以这边输入2 那range lookup的话 我们 这个意思说 你要不要完全 找一样的资料啊 还是要帮你找接近的 如果你输入0的话呢 是要完全一样 Force的话就不要 不要 不要找接近的 如果1的话呢 如果找不到一模一样的 那就帮我找接近的 不过这里我们 一定要找一模一样的 找108 OK按确定 那往下填满 OK 那主别的话呢 主别应该是ABCD 这个地方的话 主别插入函数 那我们一样先用 最近使用过的mid 找这个里面的第几个字呢 第7个字 A刚好在第7个字 那要几个字 要一个字 看一下是不是取到A 是 所以按确定 A 那一样的方法 减下来 再插入那个最近使用过的 V楼栏数 把刚刚的资料贴过来 然后F3 找主别 那一样呢 是去找 第2栏 一定是找第1栏 带回来 第2栏的资料 那要一样的资料 所以0 按确定 向下填满 那Sendent的话呢 它位置是1 前面 所以呢 我们其实不用mid 你可以 其实可以用什么 用Labs 可以的 最左边 Labs Labs 然后这个资料里面的第1个字 那渠道的话呢 你会发现 它这边的话呢 会是一个 一个文字 因为是用Labs 所以渠道的话 前后都有双号的文字 按确定 那再来一样的方法 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贴到那个 我们最近使用过的V楼栏数 去查升等 所以把刚刚的公式贴过来 然后呢 TableRate 按F3 去找到升等 那如果你假设你不太知道升等里面是什么 要点 点过来就 再点上去 它就跳到这里来 那 可是喔 请各位特别特别注意一下 我刚刚有特别强调 如果用Labs 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1 可是柱砖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的1 它前后 其实没有双引号 表示它这边是一个数字1 可能要稍微 注意一下这个 细节 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去找的话 如果一样 我们输入2 这边输入0 那如果按确定的话 它会出现 NA 就是Not Available 紧的话是错误 为什么找 Nazabalus 指的是找不到 那为什么找不到 因为你如果用数字 文字的1 去找数字1 那一定会找不到 所以怎么办呢 前面有讲过嘛 你可以在这个Lab的外面包一个Value 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 帮我把那个1 文字1 转换为数字1 这个1 转换成 这个1 再跟这个比 那就OK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 还蛮常 会遇到的问题 按确定 注钻就出来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 这个乘7 当然不是分数 所以没办法 理论上这个加这个加这个除以3 或者用Average 这个 逗点 这个逗点 这个 我们用 简单的方法 这个 乘7 所以这个乘7要先查 所以一样先查入函数 找到V入函数 那查什么呢 查这个 去哪边查呢 F3 当然他可能是烤鸡 可能是烤坪 那不知道没关系 你可以先点其中一个 烤坪好了 烤坪是A 这边有ABC A 那不对 我们就按F3 那理论上是 应该是烤鸡 所以 对 这个才对 然后一样输入2 一样输入0 好 那我就把甲 查回来的分数应该是 85分 OK 好 那所以呢 再加上这一个 再加上这一个 除以3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可以加 那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把这个乘7 复制一下 前面的公式复制 贴到后面来 然后把F3 改成这一个 改成G3 再加上 这个什么 再贴一次 公式 然后把这个 改成这一个 那把烤鸡 改成什么 烤坪 所以 刚才你把它delete掉 按F3 这边改成烤坪 OK 那就是 一个乘机 两个乘机 三个乘机 相加之后 记得 要 先加 所以前后先加个刮弧 再把它除以3 OK 打个勾 OK 向下填满 那比试乘机的话呢 就是 这两个乘机 所以这个用公式可以 等于 这个乘机 乘上 0.3 就是3% 加上 这个乘机 乘上 0.7 OK 打个勾 向下填满 合计的话 就是什么 等于 这个乘机 乘上0.6 加上 这个乘机 乘上0.4 OK 打个勾 算出来 名次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用 插入函数 用那个 统计类函数 有个就 rank.eq rank 啊 这个 这个 然后呢 跟他讲说 这个乘机 第二个是 在 这个范围 合计里面 Ctrl shift 向下 OK 然后呢 帮我排名 他是第11 不过 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范围的资料 将来 会 向下填满的话 会变动 所以请 注意就是这个地方 把3 跟40 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OK 那这样向下填满 就 大功告成 那我们目前的话就是 123 4567 7个公式 那如果你怕找不到的话 其实可以找云端白板上面的 检视与参照 里面的那个第 五个单元 这里面就有个 人事考评 那我刚刚做的 公式呢 上面都有 OK 那如果我们做完之后啦 当然 我们待会 第二阶段就是 把 这一个部分的 公式 再把它变成VBA 那我希望 可以做出来的效果就是 可以先 把 刚刚做的动作 输出 然后呢 第二个按钮是 清除 那因为这边有 总共 一样的 这个 做一样的事情 但是不同 值别 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够一键也完成跨工作表的话 那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把刚刚 总共有7个栏位部分先完成 试试看 呢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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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